2023年世界泳帘,跳水世界杯西安赛正式拉开序幕,在首个女双10米跳台决赛中,中国全红蝉陈玉希两人以373.20分拿下冠军,这直接领先了第二名将近63分,本场比赛两人之间的配合非常的娴熟,在第一轮201比两人配合默契,协同性非常不错,入水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瑕疵,最终获得55.20分。 陈玉希和全红蝉的第一条是向后跳水,完全一致,配合对于两个人来讲啊,其实是已经非常熟练,极度默契的,我们在现场也没有听到两个人很大声的去谈谈,这个其实也是默契度的一种表现。 第二轮的301比顺利完成动作拿到了55.80分,两轮之后将比分来到111分继续扩大领先优势。 第三轮自选动作,全红蝉陈玉希选择107B,两人继续延续了火热的状态,不过全红蝉的人入水有一点早,最终两人拿到84.60分以195.60分继续领跑。 第四轮两人选择难度3.2的407C,这个动作上两人稍微有一点点诧异,入水控制上需要加强一些提升,最终两人获得了86.40分,总分282分继续占据第一。 最后一轮两人5253B,两人凭借着完美的一跳,拿下了91.20分,最终以373.20分夺冠,领先了第二名63分,可以说两人在这一块没有任何人能够打败。 第一名63分钟,老师俩的一头。 二人四公子半哥也能够打败。